在家办公 从2021年开始 我开始在家办公 我把我家的一个储藏室 改装成了一个小的办公室 先把墙刷成了白色 然后铺了地毯 我在一家买了白色的桌子 和白色的柜子 还买了一个白色的办公椅 还买了一些绿植 一株白百合和一株吊篮 又买了两个抱枕和毯子 我把桌子放在了房间窗户旁边 把柜子放在桌子的右边 把绿植摆在了柜子上 一切准备就绪 我的公司给员工买了电脑和电脑屏幕 平时工作的时候 就用公司的电脑工作 我周一到周五 八点到四点上班 中午有半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一般我们周二在网上开会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会煮个面条 或者吃个三明治 我非常喜欢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可以节省很多路上的时间 而且不用开车上班 比较环保 有的朋友不喜欢在家工作 他们觉得在家工作不专注 而且没有同事在旁边 有些孤独 你觉得呢? 你喜欢在家工作 还是去公司工作? 在家办公 从2021年开始 我开始在家办公 我把我家的一个储藏室 改装成了一个小的办公室 先把墙刷成了白色 然后铺了地毯 我在宜家买了白色的桌子 和白色的柜子 还买了一个白色的办公椅 还买了一些绿植 一株摆摆盒和一株吊栏 又买了两个抱枕和毯子 我把桌子放在了房间窗户旁边 把柜子放在桌子的右边 把绿植摆在了柜子上 一切准备就绪 我的公司给员工买了电脑和电脑屏幕 平时工作的时候 就用公司的电脑工作 我周一到周五 八点到四点上班 中午 有半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一般 我们周二在网上开会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会煮个面条 或者吃个三明治 我非常喜欢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可以节省很多路上的时间 而且不用开车上班 比较环保 有的朋友不喜欢在家工作 他们觉得在家工作不专注 而且没有同事在旁边 有些孤独 你觉得呢 你喜欢在家工作 还是去公司工作 等会儿 到过来 到了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